孟磊真的太敢说了 一番话 直指教练组的打法有问题 学别人反而变得似不像 却忘记了AG的传统文化 训练赛成绩不能代表一切 扬长必短 才是AG的出路 伴随着KPL第二轮比赛全部结束 AG即使是很漂亮的赢下KSG 依旧是不能避免要去打AB卡位赛 如果他们输给EDGM 就只能提前放假 然后着手准备下季赛 而孟磊在 看完他们跟KSG的比赛后 对此也是给出了一些评价 一番话 直指教练组的打法有问题 学别人打上中野 反而变得似不像 第一个是气势自信 第二个是打法改回来了 就知道怎么样打能赢了 你后面的卡位赛就有机会了呀 没错就是主要还是 这个打法太关键了 就是我们学别人打法打不过啊 别人他要太勇了 学别一个那个叫什么 似不像 中上野嘛 对啊 然后没段了 哪哪都难受被爆打怎么玩 对吧 因为别人也这么打 对吧 难受到脚 但是他们对吧 稍微配合 或者你说有些个人对吧 个人实力确实很强没办法 那我们就对吧 扬长臂短 我觉得就这个思宝很适合 对 有自己的路让别人说起来 随后孟磊跟长盛连麦 也是说出了AG如今的教练组 就看训练赛效果 却忘记了AG的传统文化 训练赛输多赢少 正赛嘎嘎乱杀 我就想稍微问一下 也是替大家问一下 就是怎么调整的呢 其实前段时间训练赛打的还是可以的 他想说的应该是训练赛打的还可以 但是比赛的话一直没发挥出来 今天的话就是把训练赛的东西发挥出来了 学伊诺的操一堂 我觉得啊 我觉得今天的比赛胜利真的 我觉得自信心 自信心应该会 对于自信应该有很大的帮助 对 希望你们打那个 他一直要自信 OK 我就喜欢你的自信 就这样好吧 就这样继续保持挺好的 嗯 我就喜欢你的自信 之前训练赛应该真的还打得不错 对啊 那我觉得之前 就是训练赛没打出来效果 然后 所以他是一直不坏人 为什么不坏 因为他家的训练赛真不错 然后 你觉得这么想是不是 因为伊诺也这么说 他也这么说 对啊 没必要算多少骗我们吧 对不对 那应该是 应该是训练赛成绩一直都不错 训练赛打的都还可以 然后一到比赛就这么炸 所以 教练组也没有轻易换人 他那个什么 怕有点伤 因为训练赛效果好 你知道吗 所以 这个大概是这么回事 我忙猜到 不得不说 现在训练赛的成绩 很容易迷惑人 AG如今的阵容 没办法打上中野节奏 没必要强行去学习别人的打法 反而让选手变得很不适应 比如一安就越来越抽象 所以 AG想要改变打法 还是要等下个赛季了 这个赛季 先扬长臂短打出气势 大家觉得呢